19世纪中叶,八国联军用尖船力炮轰开中国大门,掀洗了瓜分中国的狂潮。自此,一个人口、疆域、资源名列世界前毛的大国,竟然遭到猎详从海上入侵470多次。屈辱来自于海,觉醒来自于海。 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振臂一挥,中国人民站起来了。我们的人民海军在党的领导下,开启了新的征途。 1949年4月23日,中国人民海军正式成立。在三代党领导核心关怀下,我们的人民海军迅速发展,初步建立起一支出具规模的海上作战力量。 1980年5月18日,我国成功向太平洋海域,发射东风5远程战略导弹,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第一代射程达岸公里的战略核导弹。 1982年10月,我国常规潜艇前地导弹试验取得圆满成功,标志着我国初步具备二次核打击能力。 1988年9月18日,我国首次用核潜艇发射战略导弹,让世界大国为之策目。 90年代后,我国常规海军力量,进入了蓬勃发展期,新型薛逐舰,护卫舰相继出现在波涛汹涌的大洋上。 暗防部队成功实现了由暗炮防御到导弹防御的转变,此外,海军陆战队,水下八人部队,以及水陆两栖特种作战部队,相继恢复组建,中国人民海军,以昂首挺胸的姿态,步入舰代化海军的建设道路上。 进入到21世纪后,中国人民海军脱胎换骨,从禁防开始迈向深蓝。 特别是自习主席上台后,中国海军军建入下角子班,造舰速度之快,型号之多,令西方大国羡慕不已。 2013年,人民海军舰艇总吨位,仅55.26万吨,到了2018年,直接跃升到145.87万吨。 从2014年开始,中国主战舰艇的下水吨位数,已经连续四年赶超美国,实现了历史性的新突破。 到目前为止,经过70年风雨的人民海军,脱胎换骨,成长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部队。 当辽宁舰与国产航母在风浪中微然挺立时,当055行万吨级导弹区逐渐乘风破浪时,当多艘052地区逐渐组成编队巡航我国广阔的临海时,足以为借我被知仙人阴魂。 虎门血战中壮烈迅国的关天培,在定海战役中血洒疆场,浴血混战六昼夜的定海三总兵,加五海战中奋勇杀敌,与全县官兵壮烈迅国的邓士昌,你们看到了吗? 现在的中国,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负,有海无防的中国,现在的中国以其庞大雄伟的姿态,屹立于世界东方,令曾经的八国联军策幕。 刘华清将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访问英国的时候,意味深长地说,看看人家那么好的潜艇,那么好的保障条件,那么完善的基地体系,我一夜都没睡着。 在访问美国的小英号航母时,刘华清将军首次公开提出,中国一定要造航母,如果中国不建航母,我死不瞑目。 如今,中国第三代弹道导弹和潜艇096已经亮相,中国建造的国产航母各项工作已经收尾,快要服役到海军部队了。这一切,是否如你所愿? 今年4月23日,是海军70周年纪念日,道时将在中国青岛举行国际越舰式。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历史性的一刻。 昼夜不停。万吨国产大区奔赴青岛,越舰式阵容在天一元大将。 自步入2019年,中国海军将迎来他70岁的生日,就在今年的4月23日,将是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的日子。 而在这极具纪念意义的时刻,中国海军越舰式的阵容,也成为了军迷们密切关注的话题。 如今已经步入4月,距离海军节仅有20多天了,日前已有辽宁舰与117号052B型西宁舰抵达青岛,而海军节的阵容还有哪些呢? 惊喜正在一步步揭晓。 据观察者网4月1日报道,根据船讯网3月31日的消息,我国一艘被标注为货船的船只,已于30日从江南造船厂出发,在海上以17节的速度航行,经历了一个昼夜之后,终于抵达了青岛古镇口军港,而随后有名航在这处军港上拍摄到一组画面,只见一艘舰体修长的军舰与辽宁舰同时停泊在军港, 相信自身军迷们都不陌生,它就是我们的055型导弹驱逐舰。 早在今年3月底,就有媒体报道我国的055大驱首舰,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西装与海上测试,肩手环拉起了满旗,而这一特殊的悬挂方式,一般用于迎接国家元首,政府首脑,军队高级将领,庆祝重大节日,居行隆重活动等,此次055大驱挂满旗,无疑是释放了重要信号,那就是为海军节约舰做准备。 而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,055大驱就整装待发奔赴青岛,与辽宁舰一起完成了历史性的会合,这也是055大驱与辽宁舰的首次同框,而此次抵达青岛无疑是板上钉钉,将参加海军节约舰室,与辽宁舰,052D型驱逐舰一起,展现中国海军强大的航母编队。 055型导弹驱逐舰作为我国首款排水量超过1万吨的驱逐舰,也是配备了先进的向控制雷达与锤发的国产驱逐舰,即防空、反导、反潜与反舰于一身,是一款攻防兼备的大驱,象征着我国目前在驱逐舰领域的最高成就,更是被誉为亚洲第一大驱。 而如今055大驱已经抵达青岛,为此还有不少网友好奇055的型号,是否已经屠刷上了,对此,我们只能说这个悬念,留在越舰室那一天揭晓了。 另外,还有网友好奇国产航母002号能否参加越舰室。 我们目前只知晓002号在日夜赶工,给甲板涂上防袖漆与特殊涂层,至于能否如期参加越舰室,我们只能拭目也待了。 055舰底青岛与辽宁舰会合联妹参加越舰室。 中国海军营装严时刻 据传讯网3月31日消息,055行区逐渐首舰,在3月30日,从江南到船厂出发,在用平均17节航速航行一天又17个小时以后,已经于一日10点18分,抵达青岛古镇口军港,这或许是为了4月份的国际海上阅兵做准备。 有军事爱好者在民航上拍摄到的图片显示,在古镇口,055驱逐舰,首次与辽宁号航母同框亮相。 据悉,中国将于4月23日在青岛举行国际跃舰室,目前已有60余个国家表示将参加活动,另有多个国家将派舰艇参加国际舰队检阅,而中国参加检阅的海军舰艇,将于16号辽宁舰与055首舰南昌舰。 最为亮眼。 期待已久的055首舰101号南昌舰,终于正式登场了,这次在4月23日,青岛国际跃舰室前,石网古镇口军港,已经清楚呜呜的表明, 跃舰是当天16号辽宁舰,将于101号南昌舰连妹出场,而且会使16号辽宁舰打头阵,作为中国海上舰艇帮阵的领队, 而101号南昌舰,则作为侍卫长出现,紧跟着中国首艘航母,让国内外观众一睹风采。 这一组合可能将是中国海军未来远洋战斗群的标配,即使是国产航母仆役后,也将延续这一组合模式。 没有人怀疑055舰的战斗力。据称,055舰在排水量、综合射频系统、导弹能力和多用处性能等,都超过了韩国和日本的最新驱逐舰。 而且就综合战力来看,即便是美国海军建造中的DDG-51、阿里伯克三级,在排水量、舰载雷达、以及综合电子能力、防御、以及隐身能力上,也距离中国055舰有一定距离,所以055舰,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二。 仅次于美国已决定停止建造的DDG-1000隐身驱逐舰,当然在导弹搭载能力上055舰占据优势,且该舰首批建造八艘,应比是建造三艘的DDG-1000更具战斗力。 当055舰加入中国航母战斗群的队伍之后,如果配备两艘,就会大幅弥补中国航母,在舰载机数量方面的不足。 一般而言,美国航母战斗群中的核动力航母,都能搭载80架左右的舰载机,而中国不管是现有的16号辽宁舰,还是准备服役的首艘国产航母,其最大舰载机搭载量只有不到美国的一半,所以在一对一时,中国航母战斗群,很难单独同美国航母战斗群对抗。 而在055舰加入编队后,就可利用搭载的海红旗9,因几乎18与长舰副10来弥补部分缺陷。 分析认为,055首舰101号南昌舰,现在来到青岛,并于1月份来到的16号辽宁舰会合,从而证实了两舰共同参加中国海军青岛国际跃舰式的传闻。 由于055舰的使命任务,与中国航母是分不开的,所以,预计该舰的首批中的前两艘,将配属北海舰队的16号辽宁舰编队,而第三艘和第四艘将配属给首艘国产航母,且这艘航母很可能将优先部署到海南岛基地,之后的第五艘和第六艘,将分配给宁波基地。 现在离23日还有三周时间,我们期待着16号辽宁舰,于101号南昌舰连魅登场的庄严时刻早日到来。